长达三个半月的大陆伏济休于期 昨天中午解禁 在金马海域随即就涌入了5.5万艘大陆渔船 而船一多也容易发生意外 其中有这么一艘陆极渔船 它叫做闽龙渔60877 在东定岛的东方6.6海里 遭到不明船只的擦撞沉没 船上7名船员落海 国搜中心在凌晨4点多接过到通报 已经救起了3人 目前还有世人撕裂 那么海巡署跟对岸 立刻启动的是两岸救援机制 赶往到案发台域来进行搜救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假账案延烧 前民众党新竹县党部执行长林冠年说 民众党这一次的事情实在是太离谱了 有柯粉非常失望 不想再支持下去 将经营5年的挺柯粉砖和抖音账号 用36000块钱卖给了团购直播主 林冠年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小草跑光了 这些粉丝数是柯粉在烈日交洋 刮风下雨 在外面一个礼拜 一个个拜托来的 那么现在是以一块钱 连同抖音卖了36000块钱 打包卖给了团购主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的 140亿的遗产 指定由老妖张国伟要单独继承 这也引爆了家族争产风暴 日前法院宣判这张遗嘱是有效 等于是新宇航空董续长张国伟 他可以独自拥有 同时也对于这份遗嘱 他也进行了说明 遗产这个顾客 接下来有打算要做怎么样的顾客 我们可能就是进入到 就是新宇的应用一遍 没有计划 而且拿到再说吧 要拿得到啊 对不对 现在大家只是这样讲 实际上还是要 真的确定拿得到再说吧 那也算是成员得雪 成员得雪 也没有成员得雪啊 那是什么成员得雪 我以前就说过了嘛 这其实是总裁 我父亲 等于是证明是他自己写的 因为最主要的功能在这里 其他我倒不觉得说是 什么叫做成员得雪 这就是让大众知道嘛 因为之前很多的讲法 有什么礼貌换带紙啊 然后作假啊 种种的讲法 现在就经过这么冗长的 这个法律验证 现在就是确定说是 没错是总裁自己的意思 绿营发起了 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行动 中选会现在也确定日期 就在10月13号要投票 不过来摊开谢国梁 跟Net的争议官司 目前基隆市府已经是连三胜 各级也值一仗的罢免 根本就是没有正当性 谢国梁也怒嗆 说现在罢免已经是 沦为重选的工具 不过他也信心喊话 依照目前的民意 他会胜选 绿营和公民团体推动 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 中选会宣布审查通过 罢免案投票日 将定在10月13号礼拜天举行 谢国梁说罢免战等于是 另一场选战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有34%的基隆民众 不同意罢免 只有25%同意 而谢国梁的失真满意意度 也达到了44% 各界纳闷 谢国梁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被罢免 前基隆市长刘长时代 允许Net在东岸商场增见 却没有进行产权登记 遭质疑涂力 到了谢国梁时代强势处理 法院近期更三度判处 市府胜诉 那罢免究竟还有什么正当理由 罢免案是完全没有正当心 因为现在市府连三胜 官司都胜利守护市场 为人民把关 执政党是不是眼都不眼了 还要这样子搞小动作 罢免理由基本上 没有任何的正当性 都被司法重重的打脸 谢国梁他所谓 最大的争议问题 其实就是赢下了基隆市长 民进党翻桌输不起 民进党一直都在 介入这场罢免案 最后一定会看到他们 大局而出 罢免站该不该是 市长选举的延长赛 选民怎么选择 十月有答案 这是张老师的电影台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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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